肉粽攤前還沒開賣 已經有不少消費者 拿著椅子來卡位 還越排越長 12點半 我已經來 給他底細裝 就是好吃 他那個 從那個 換三個來的 我是台北 還有人從台北特地來高雄買 買完再開車回去 餵的就是這個已經在當地 飄香超過40年的好味道 每顆肉粽都很大顆 軟Q的糯米包著滿滿的花生 鹹蛋黃 有瘦肉也有肥肉 還有香菇 口感超級飽滿 就是有紅蔥桶下去爆香 土豆你們自己也有挑選過 就是比較上 挑選是有 可是真的你自己要煮的時候 第一次就要把它煮得很爛 小小的肉粽攤位 前面幾乎快被擠爆 業者一天只賣35串 一串20顆 每人現買一串 而每天上午8點半前 接受電話預訂 但最近訂單暴增 現在店可能都要等到下個月 才拿得到 台南也有賣肉粽的業者 號稱用料超豐富 裡面有干貝 鮑魚還有肉 更特別的是 業者其實是開炸雞店 推出海陸粽跟炸雞 以及一杯飲料的肉粽套餐 竟然只賣99元 因為他們家的粽子還滿特別 就是台南沒有看過這種粽子 光飲料跟炸雞 就已經超過這邊的價錢 超浮誇的干貝鮑魚 海陸粽 一開店就吸引大批消費者 來排隊搶購 加上這間店一年就只有17號到19號這三天 有賣粽子 這樣價值的話大概100多塊 當我節的活動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吃到 我們媽媽包的粽子 業者賠錢賣超大顆的海陸粽 搭配炸雞飲料 99元堪稱佛新來的 即將迎來端午家節 各種五花八門的肉粽 開始搶攻市場 記者 蔡雙吉 戴冠章 潘穎文 台南高雄綜合報導